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新能源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锋利帽子,头顶上的V型发电站 二、太阳能衣扣,穿搭中的隐形充电源 三、波浪舞台,海浪节拍的能量舞动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锋利帽子,头顶上的V型发电站 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发明 锋利帽子,这可不是普通的帽子,而是你头顶上的V型发电站 想象一下,你走在街上,微风吹过 而你的帽子,竟然能够捕捉这股风能,将其转化为电能 这不仅仅是时尚的象征,更是可持续能源利用的创新典范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顶帽子的工作原理 锋利帽子,通常会配备一些V型风轮机 这些风轮机,被巧妙地整合在帽子的设计中 既不影响美观,又能有效地捕捉风能 当风吹动这些小风轮时,它们就会旋转,进而驱动连接的V型发电机 产生电力 现在,你可能会想,这帽子产生的电力能有多少呢? 当然,我们不能期待它像风力发电厂那样供应整个城市的电力 但它足以为你的手机或其他小型电子设备充电 想想看,在户外时,你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没电了 只要风一吹,你的帽子就能为你的设备注入新的火力 当然,这种帽子也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风力不足的地方 那么你的帽子可能就会变成一顶普通的装饰品 此外,如果风太大 你的帽子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受控制的飞行物 让你在追帽子的同时也能得到一场意外的有氧运动 不过,风力帽子的出现无疑是对可在生能源利用的一次有趣尝试 它提醒我们,创新可以出现在生活的任何角落,甚至是我们头顶上 这顶帽子不仅是一个谈资,更是对未来能源利用方式的一种探索和想象 最后,我们可以幽默地想象一下 如果这种风力帽子流行起来,未来的街头将会是怎样的景象 人们头顶旋转的小风轮,街道上充满了微风和微型发电机的低名声 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潮流,更是一场静悄悄的能源革命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有人戴着风力帽子,不妨给他一个赞赏的眼神 因为,它不仅仅是在展示个人风格,更是在为我们的地球做出贡献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太阳能衣扣,穿搭中的隐形充电源 各位时尚达人,环保斗士,以及那些总是手机墨电的朋友们,聚焦过来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时尚与科技完美结合的话题,太阳能衣扣 这可不是你衣柜里那些普通的装饰品 而是一个能让你在晒太阳的同时,为你的电子设备充电的神奇小物件 想象一下,你正走在充满现代艺术的街头,穿着你最爱的牛仔裤 上面点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太阳能衣扣 这些不仅仅是装饰,它们还是你的个人移动充电站 当你在户外享受阳光的同时,这些小小的衣扣就在默默地为你的手机或其他可穿戴设备充电 这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声明,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 这种太阳能衣扣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它们利用了光伏技术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 每个衣扣都像是一个迷你太阳能板 而且,它们的设计通常都非常巧妙,能够与你的服装完美融合,不会影响你的整体造型 但是,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社交的人经常在户外活动 你的衣扣可能会比你的社交生活还要充满活力 你的朋友可能会开始羡慕你不仅拥有无尽的能量 而且连你的衣服都比他们的手机电池更持久 当然,这种太阳能衣扣也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说,在阴雨天或者室内,它们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不过,这也许会激发一些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设计一款可以在室内灯光下也能充电的衣扣 或者是一个可以储存能量的小型电池 让你即使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充电 总之,太阳能衣扣不仅仅是一个时尚配件 它们代表了一种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追求 一种将环保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创新思维 所以,下次当你在选择服装配件时 不妨考虑一下这些能够为你的设备充电 同时也为地球节能的太阳能衣扣 谁说时尚不能既环保又实用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波浪舞台 海浪节拍的能量舞动 各位亲爱的海洋爱好者 自然之友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网路浪人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话题 波浪舞台 海浪节拍的能量舞动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小知识 波浪,这位大自然的节拍师 其实是风的忠实粉丝 当风吹拂海面 他就像是一位热情的指挥家 引导着水分子开始他们的圆舞曲 这些水分子 他们并不真的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 而是在原地上下起伏 就像是在跳一只只有上下动作的迪斯科舞 但是 这种动作会传递下去 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波浪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海洋生物要开一场舞会 波浪无疑是最佳的DJ 他们的节拍既有规律又充满活力 让所有的鱼儿,海豚 甚至是那些严肃的鲨鱼 都忍不住摇摆身体 当然,海藻和珊瑚 可能就只能在原地摆动 但它们也绝对享受这场自然的盛宴 波浪的能量不仅仅是海洋生物的娱乐 它还是一种巨大的能量来源 人类已经开始学会 如何捕捉这些节拍 将它们转化为电力 想想看 这是多么的环保和高效 我们正在学习 如何从大自然的舞蹈中获取能量 不过 波浪也有它们的脾气 当它们变得狂野和不可预测时 就像是一场海上的摇鬼音乐会 船只和海岸线 都得小心应对这位摇鬼明星的热情 海浪的这种力量 可以塑造海岸线 创造出壮观的自然景观 同时也提醒我们 要尊重并谨慎地与自然共舞 总之 波浪不仅仅是海洋的节拍器 它们是地球上最自然的节奏 是能量的源泉 也是自然界中 一个不断提醒我们 谦卑与敬畏的力量 下次当你站在海边 感受那一波又一波的节拍时 不妨想想 这不仅仅是水的运动 这是整个地球的舞蹈 而我们 不过是这场宇宙舞会上的小小观众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三个有趣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 风力帽子 太阳能依扣和波浪舞台 这些创新的发明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可再生能源的无限潜力 也让我们对可持续生活方式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风力帽子 通过捕捉微风 转换为电能 为小型电子设备充电 不仅时尚而且实用 太阳能依扣 则利用光伏技术 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为你的手机等设备 提供持久的电力 波浪舞台 则是将海浪的能量 转化为电力 让我们从大自然中获取能源 这些发明 不仅仅是科技的展示 更是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 一种追求和探索 它们提醒我们 创新可以出现在生活的任何角落 甚至是我们头顶上 身上的衣扣上 它们将环保理念 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 可再生能源 不仅仅是一种能源替代方案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 这些创新的发明 让我们看到了 未来可再生能源 利用的无限可能性 也激发了我们 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 思考和行动 所以 亲爱的听众 我们不仅仅是 这场宇宙舞会上的 小小观众 我们也是 这场能源革命中的一份子 让我们一起探索 创新 为我们的地球 做出贡献吧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